西班牙伸援手宝平座移民上岸 上周在地中海救起600萨为移民 但遭意大利与马尔他距绝靠港的宝平座号救援船 17日跟载有部分南民的另两艘船 实底西班牙瓦伦西亚港 受困海上一周的移民终于接触这场漂流季 此事也让移民问题再度在欧洲引发争议 卫生官员翻译及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17日在码头上欢迎移民并提供支援 西国新上任的社会党政府则承诺提供免费医疗保健 并表示会对媒企申请庇护案进行调查 总理桑杰士本周稍早曾说 我们有义务帮助避免人道主义灾难 为这些人提供安全的港口 履行我们的人权义务 最先抵达的救援船是载有274位移民的 异国海岸警卫队答题落号 在当的实践17日6点念分驶进港口 之后则是载住106位移民的保平座号 而最后一艘则是载住剩下250位移民的猎户座号 西国警方表示 这些移民将或准停留45天 而他们必须在这段期间开始解决留在欧洲的法律问题 这些移民来自念六个国家 多数人来自非洲国家 以奈吉利亚与苏丹最多 另有少数来自阿富汗 巴基斯坦与孟加拉 未成年移民人数则有100年3人 还有11个13岁以下孩童以及7名孕妇 保平座号上周起在欧洲引发严重外交冲突 上台不久的意大利政府紧缩移民政策 拒绝让该船进港 担任右派联盟党领袖的内政部常萨维尼说 在欧盟 意大利已因移民大量涌入负担沉重 极不公平 应由马尔他收容这些移民 但马尔他称该船在意大利辖区 因此拒绝一国提议 两周前上台的西班牙社会党新政府采取欢迎移民政策 瓦伦西亚市常瑞波收容保平座号移民之计 不忘抨击意大利不顾人道 法国总统马克宏也加入战局 称意大利不负责任 移民问题料将成为本月念八至念九日 举行欧盟领袖峰会的首要议题